超腫欸 看起來嚇死人了 這怎麼那麼腫 原本漂亮的鵝蛋臉 如今又紅又腫 網紅奎丁會變成這麼樣 都要從今年生日說起 但當天半夜 隔天臉就開始怪怪的 以為是水腫 起初去藥局買消炎藥吃 後來急診室認為過敏反應 也打了過敏針 殊不知這才是二夢的開始 我的臉超脹超痛的 我臉部腫斷 整個大腫起來 我眼睛下方還掛了 兩個大水泡的感覺 醫師判斷可能是蜂窩性組織炎 打了三次抗生素 把膿引流出來 起初以為已經根治 沒想到三月三十一號又復發 是由奎丁推測 會感染是這個原因 那天我去戒睫毛 所以我自己覺得 可能是因為戒睫毛的過程中 細菌從淚腺嘛 細菌入侵 再加上我的 毅力不好 所以引發了臉部的蜂窩性組織炎 看開奎丁過去的照片 走美艷冷感 跟腫起來的臉比下來 實在是判若兩人 腫到鼻子變形又差點毀容 網紅奎定義鬼門關前走一遭 如今恢復重回螢幕 也讓好久不見他的粉絲 紛紛留言加油打氣 三日新聞 十明天繼續 特別照顧 報道